台北在南港的C2开发案 遭周刊爆料 疑似因为变更设计卡关 导致工程进度不但受到影响 还可能因此损失数亿元 其中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董事长康信红 2015年底台北南港C2土地 投入上百亿元动工 预计新建两栋观光旅馆 移动商办大楼 但周刊却接获爆料 说工程进度严重落后 是台北动作康信红的关系 还曾为此开过会 强调会议是针对预算和装潢审查 但周刊还爆料 康信红曾在上凉典礼中脱口而出 什么时候完工 自己也不知道的惊人之语 但他事后改口强调是在说 完工时不知道自己 还是不是懂作 立起争议则是分别在2017年12月 以及2018年2月出差 被指领了合资公司提供的车马费 却同时向台肥 合销来回机票 对此康信红强调 报章过程都经财务处审核 台肥证实一切都有凭有据 认为爆料内容是恶意重伤 康信红在改安餐位上 弹的钢琴要价185万 被说只弹了两次 成了装置艺术好浪费 但台肥回忆钢琴 并非仅供个人使用 冲回现场钢琴已经移走 还贴出出租公告 台肥透过新闻稿回应 周刊爆料绝非事实 将评估并追究法律责任 中信金南港金融园区 这三栋约9000多平的土地 实质都属于台肥 租给中信金后 每年租金收入就高达4亿元 也算是台肥最大的租金收入来源 南港的那个地方 有很多土地是台肥的 地上权的 综合做商办开发的 或是像那种豪宅的 起售卖断的 这些模式在南港 你大概都看得到台肥的模式 台肥堪称是高级包租公大户 摊开计算 在南港的土地 平数就高达万平以上 有商办 有的建豪宅或长照住宅 预估每年租金收入约15亿 新如是公道五路上的大楼 也属于台肥 平数高达5万多平 有的招租 让健身房商办进住 有的决定出售 预计处分利益将达25亿 甚至有的精华土地 还尚未规划开发 另外在新北 基隆 高雄 苗栗 花莲 也都有台肥的旗下土地 土地的交易跟决策 那即使是全部都公开标授 公开征求 但是呢 之后还是会有一些 台面下我们所看不到的 庞大的利益 所以大家才会想 才会抢 台肥从生产肥料 到经营土地开发 现在成了高级包租工大户 也难怪七百万年薪 懂做位置 人人抢着做 三十五网上陈有荣 台肥报道 我们的船长 都在买药上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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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